我这,我这,我说大家安静点,好吧,都听得见,咱们家长啊,现在都心疼孩子,我们也心疼,就是有些家长现在有有愿望呢,说想给孩子送点衣服啊,他在教室里边,受凉,受冷的哈,这点呢,待会儿我跟您说,现在教室里边空调全打开着,可能您说空调开了又干燥,是吧, 喝水的问题,您听我说,校长,校长,我们不想听这个,我就想听这孩子,我问你说,你是校长,在学校出现这问题,在老师来了以后,你怎么做体温呢,您听着,这些,我们现在就想知道,不是,我们就想知道,这个,第一是这个,不要说你们想听的,先听校长说的,你不要问问题了,咱们这样, 如果说您心疼孩子呢,想送点衣服,送点被子呢,您装个塑料袋里边,写上那个孩子的班级姓名,然后呢,您隔着这个警戒线呢,您交给我们的保安师师傅,然后我们会及时的给孩子送到班里边去, 好吗,你们可以去做点准备,至于说,孩子什么时候能离校,现在我们得听疾控的指令,疾控呢,也说,刚才他们送样本的时候,说要等那个,咱们在下的孩子那个样本,结果出来, 咱们还在没事儿了,平安了,就出来了,几个小时,我们不知道,他们家几,肯定是, 那你们什么时候要找到,江北是几点钟送走的,十点,十点半吧,十点半吧,十点半,十点半走的, 啊,大家几,多长时间咱们没做过,咱也不懂,是吧,这是不是有个问题,问一下疾控啊,到底是吗? 等你们那个样本结果回来了,我们老师会给你们发信息,你家长呢,然后是再来接孩子,就这个过程呢,你们是尽量不在这聚集了, 你这也受冷,受冻的,咱们回家,休息一下,等老师呢,转信,然后呢,咱们再来接孩子,好吗?可以,新日可包,打个包,写好了,信息别,但是拿着被子不知给谁,对吧? 给大家理解我们,结果音信,今天晚上可以接走,对,请理解我们,好不好啊,我们也不愿意出这种事情,好吗? 我问一下,315的学生,是他走了吗? 35的孩子,今天待会儿有疾控全部的孩子带走,带到那个隔离酒店去隔离,然后都跟家长也说好了,都打电话,挨个打电话了,家长呢,给孩子准备好14天的,洗漱用品啊,什么生活用品,家长陪同孩子一起去酒店,然后那个去的方式应该是,我刚才看到短信是,家长最好由亲属开车,把家长送到酒店, 在门口,然后一一对号入住,自己的孩子,由自己的家长带领,在一个房间里边,居住隔离。 我们想,就是能让班主任在群里,就是发一个整体房子的视频,或者照片。 待会儿我们会友,我们这些东西啊,现在15班的孩子,我们今天从一早,就和其他的孩子都隔离开了。 从那老师一走,跟我第一时间报告,我立马就启动了备用桥室,把这边桥室的孩子就牵走了。 只有这两个三个桥室的空间,都留给了这一个班,15班的孩子再也没有上过北边。 这边有云水,有厕所,什么都不耽误,饭是单送到他们桥室了。 要是不,可能晚还得接走,是回家隔离吗? 清极空的,这现在我不能给你,我没有这权限,好吗? 大家等待一会儿,好吧,我劝大家也就先回家休息,老一天了也。